根据性别歧视条例 任何人在定名的活动范畴之内 基于某人的性别、婚姻状况、怀孕 或者卫捕母语而作出的歧视行为 都是属于违法的 性别歧视条例 也保障了我们在定名活动范畴之内 免受到性骚扰的 根据性别歧视条例 共同工作场所之内的场所使用者 对于同属场所使用者的人士 作出性骚扰 或者是基于卫捕母语的骚扰 即使两者是没有雇佣关系 或者类似的雇佣关系 都会尊于违法的 场所使用者 就即使是同一个工作场所之内工作的人 包括雇主、雇员、合约工作者 零售尊贵的员工、义工 或者是实习的人员 平基会在2022年 根据性别歧视条例所收到的投诉之中 接近六成是关于性骚扰的 而怀孕歧视的个案投诉 也都接近百分之十八的 底达